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成长企业论 2021粤港澳大湾区邓林企业 大型系列专题报道 正在进行 环保续航里程长 冲氢时间短 这是氢燃料电池最大的优势 当大多数人对氢能的理解 还留存在概念阶段 2009年佛山南海区单造镇 就开启了氢能产业 2015年以后 氢能产业又迅速蔓延至云福广州 而在当初并不具备资源禀赋的大湾区 这也意味着广东的氢能产业 正从一张白纸上起步 广东国宏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便是起步阶段的拓荒者 幸运的是 在成立之初 公司就获得政府预定的 28台氢能源公交车订单 并决定采用高铁模式 把成熟的技术直接引进广东做产业化 这也推动了企业乃至全国 在日后氢能产业的发展进程 广东这样一个引进模式 在当时 从2016年 好几年的时间之内 都对国内软烈电池的产业化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很多的软烈电池电叠 都是由国宏公司来提供的 这种模式 现在就是有了电叠之后 然后从上游下游再来发展 这个都是属于继续发展的一种必然 也体现出来的广东的企业 都能够很好的 在跟国外企业合作的技术上面 自己开展继续创新 就是一个很可取 很值得鼓励的这么一种模式 2020年 国宏氢能正式发布 红芯巨一系列电堆 将当时百台机电堆 每千瓦 三千到四千元的价格 拉入一字头时代 大幅降低氢燃料电池的应用成本 该技术研发成功背后 离不开一家专门研发 摩电机的企业 2017年底 宏姬创能在广州开发区成立 它所研发生产的摩电机 被称作燃料电池的芯片 早前 国内大规模应用 氢燃料电池的核心技术 大多依靠国外的科研基础 摩电机的研发自主化 也是当时国内氢能产业发展的绊脚石 把氢转化成电和水 就在我们摩电机上来实现 那我们就发现 如果你摩电机这个不解决的话 你还只是一个组装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我们国内的政府领导 还有企业家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刚好有一批在北美原来服务的 一批华人有不少 都在做这个行业的 就想办法就紧进了这批华人团队 来筹建这个洪积创能公司 目前洪积创能拥有国内最大的自主化磨电机生产线 据合作公司测算 使用洪积创能产品的燃料电池电堆 整体性能提升35% 成本下降30% 同比千瓦成本可下降50% 洪积创能 国宏清能 仅是广东超前布局清能产业的缩影 2017年11月 雄川清能在广州开发区成立 不同于前两者 公司在创立之初 就从加轻站建设 与清能汽车推广应用切入 当时清能产业面临产业链不完整 市场推广规模小等棘手分体 成立一家连接上下游企业的枢纽型公司 正是市场所需 我们经营的这个 湾区清能复化中心 里面已经有十几家的 清能的上下游产业链公司 在里面进驻 因为清能产业 现在还在商业化的初期阶段 目标就是通过 市场应用的推广 和加轻站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带动产业链发展 这个是和我们现在 清能产业发展 这个阶段 最匹配的 最快的一种模式 2019年3月 熊川清能建成了第一个加轻站 截至今年7月1号 广东累计建成加轻站35座 数量位列全国第一 今年4月 熊川清能还斩获500辆 燃料电池自卸式垃圾车订单 成为广州最大的 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营平台 这些成果都为上下游企业 提供一个获得市场验证的破冰机会 同样 红积创能也正以其科研优势 聚集相关企业落地广州 更牵头成立越港澳大湾区 清能创新研究中心 共谋磨电级与核心材料的自主化之路 那么要发动我们大湾区 广州各方面的智力因素 那就是我们广州有那么多高校 有那么多研究所 那么多企业 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研究院 一起来推动这个技术的进步 随着至轻成本的大幅下降 以及氢燃料电池电堆技术的快速进步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之下 轻能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 但也不难看到一些短板因素 如部分关键零件还依赖进口 落地政策仍不明朗等 而从氢能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 这些差距也正在不断缩小 软燃电池的有一个特点 因为它有一个重要指标 叫耐久性的问题 那么耐久性 那么大家说 我要保证我这个产品的耐久性 那我就必须要保证我用的材料 都是非常可靠 经过考验的 那么目前这个国内的 这些材料它曲线之后 到最后能被大家 那个广泛解说 它需要有一个时间和一个过程 但是也就这个时间不会太长 日前出台的 广东省培育新能源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行动计划 将氢能产业链培育工程 列为广东未来五年的重中之重 回望过去 广东已从一张白纸 快速崛起为氢能产业高地 未来预告大湾区 也正在这片高地上继续突围 力争将氢能产业的先发优势 转变为整体竞争优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